在那個時代的風圍裡面 大家經濟都很好 大家都吃喝完的 忽然間 蹦一個發生 五個人連在這個整個旅館裡面 就被人家給割喉斬殺 當時我們也想像 是不是一些職業殺手 這個案件太聳動了 而且詮釋大家 沸沸揚揚 所以大家都好像變偵探一樣 有一位放牛的在路邊 發現一個枕頭巾 鞋是有幾滴幾滴而已 他一看是大法旅社 不過基隆的大命案是 五福旅社怎麼會在 大法旅社的枕頭套 本週日晚間11點 台灣啟示錄 消失的枕頭套隻 五福旅社大屠殺